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 星期二舉行記者會 批評在英國成立的維吾爾特別法庭是非法 又安排了教育培訓中心的前教師和學員 反駁外界對新疆的指控 有好運報道 教培中心前教師吳逸鼓力說 中心會按學員的專長和喜好 特別安排學習活動 而學員經過鼓勵以及肯定之後 也變得開朗和有自信 學員和我也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有些學員還經常給我打電話 叫我媽媽 祝福我要注意保養身體 對於外界指 男學員被虐待 女學員被性侵等 吳逸鼓力說 這些指控都是謊言 應用學員各項權利都得到充分保護 而已經完成教培中心課程的學員 阿卜力克木就說 在中心學習了國家通用語言和文字 畢業之後 生活都得到改善 我們隨時都可以和家裡人、親朋好友們聯繫 週六、週日和國家法庭節假日記 都可以正常的休息 回家時還可以參加合法的宗教活動 記者會上也逐一點名批評多名已經離開新疆 曾經公開指控在新疆 遭暴力及學營對待的維吾爾族人 並且播放他們親屬 以及教培中心學員受訪的短片等去反駁 而新疆政府就在會上批評在英國成立的維吾爾特別法庭非法 無恥地對根本不存在的新疆種族滅絕進行聽證 妄圖以此給新疆扣上種族滅絕的帽子 是對真正的種族滅絕受害者的嚴重褻毒 更是對新疆2500萬各族群眾的嚴重挑釁 新疆政府又指出為吾爾特別法庭荒唐 而且沒有以國際法為依歸 只是個別別有用心的人士成立 從新疆根本不存在集中營 亦沒有強迫勞動 有線電視記者由浩雲不得